要加連署,我們U-Many委員要加連署 你到前面這邊來,第幾案到第幾案 第六到第九,好 謝謝主席,主席麻煩幫我請部長 好,請蔣部長 曾委員好 是,部長你好 部長,今天主要是談這個燕捐的分配辦法 這中間牽涉到一些比例的重新調整 不過我在談這個分配辦法之前 想要跟你先交換一點概念上的問題 我們燕捐跟燕稅 這兩個其實一直在一般的討論過程當中 有一些不同的爭議 實際上對稅和捐這兩者之間 到底應該適當的結構 或者是適當的比例 應該怎麼樣去分別扮演它應該有的角色 很難拿捏 目前看起來我們的燕捐收的比燕稅高 那這個當然是歷史的因素累積下來的結果 那這樣一個結果出現了以後呢 就會引起一個觀念上的問題 那個觀念就是我們制度設計 這樣的一個結構的後果到底恰不恰當 那原則上我們不論從學理上來看 或是從各國的制度上來看 如果有稅跟捐並存的話 原則上當然是稅為主捐為輔 當然這中間的細節的學理的依據我就不談 但是台灣在現行制度之下剛好變成相反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在單方向的要提高燕捐 譬如說從20塊變40塊 那這個當然是原來衛福部可能也希望的 或者是在這個資金的運用上 可能也彈性上比較高一點 但是如果從根本的制度上來講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如果還要再談 燕捐從20到40塊的調整的話 它的前提是應該我們要先面對 我剛剛所提到那個稅漢捐的制度 所產生的這種絕構失衡的問題 我們要先面對先解決 所以我自己呢 有提了一個修正案 包括燕酒稅法跟燕壞防治法當中 我的想法是這樣 為了要解決累積下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趁這一次 我們如果要調燕捐的話 我們先設法讓燕捐先停在20塊不動 把燕稅的部分調高到跟燕稅 至少跟燕捐一樣都是20塊 把它調平了 如果調平了以後 大家都認為還應該要再增加一點稅的負擔 那個燕品的負擔 我們再來做同時間同幅度同步調的捐跟稅的調整 如果能夠這樣 它就可以趁這個機會呢 奠定我們未來 假設有任何的變動的話 稅和捐之間不會衝突 不會矛盾 結構會合理 所以這是我提的一個案子 希望這個部長 未來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您可以稍微納進去 這樣一個概念性的討論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我想跟這個部長所請教的 那第二個我就要請教到 我們對燕捐的部分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我們逐漸的產生了一種過度依賴的 這樣一個狀態 那個依賴狀態就是 我們認為燕捐收到的錢 基本上可以讓我們衛福部 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某種彈性 可以保障某些我們希望能夠發揮的 功能的一些用途 但是部長 我們刻意燕捐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少抽煙不是嗎 所謂以家之量 部長我舉一個例子 那如果大家因為你刻了捐以後 價格提高了以後 大家都不抽煙了 你喜不喜歡 我當然喜歡 喜歡嘛 那這樣就沒錢了 沒有問題 沒錢 那其他那些 你該做的是怎麼辦 你該做的是怎麼辦 從爭取公務預算 對嘛還要公務預算嘛 所以部長我就是要跟你交換這個觀念 其實我們該做的是 我們先應該 以公務預算的角度 來做一個長久的安排跟規劃 捐呢 其實是輔助性的 我一直談它是輔助是協助的功能 那慢慢的 如果我們在政策上 養成 把它當成一個主要的裁員的時候 我們某種程度上 我們政策的目標是衝突的 你就會陷入一個困境 我又希望提高了以後 大家不要抽煙 但是我又喜歡大家抽煙 不要太少人抽煙 因為這樣我又沒錢可以用 我希望大家不要抽煙 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 如果部長你既然這樣講 那我們就要把整個觀念 調整起來 我們雖然有煙捐 但是我們希望 重要的目標 還是希望透過煙捐的方式 來讓大家不抽煙 所以我們希望煙捐課了以後 能夠不抽煙 然後沒有煙捐收入 完全沒有煙捐收入 所以我們未來的 所有的那些項目的規劃 我們都要逐漸逐漸的 把它調到公務預算裡面去解決 這樣我們就可以讓民眾 很清楚的知道 煙捐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好不好 部長 這是我跟你交換的第二觀念 這是很重要的 您今天這樣一個宣示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 概念上的突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大家 每次在談煙捐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 都好像當成一個 它是一個好的裁員 它能夠幫助我們做好多事 好 就回到我們今天談的事情了 煙捐的分配 部長 為什麼我們要談重新分配 在這個時間 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理由就是我們目前 利用這個煙捐做的各種用途 包括十項用途 它的經費是不足的 是不足的 所以你要做重新調整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調整 那第二點 因為它的過去 70%的這個煙捐收入 是放在健保的安全準備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太多了 看到它安全準備是比較充裕的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是一個時機可以來 所以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前面那個理由 是說不足了 所以我們應該做調整 就回到我剛剛前面跟你講的觀念了 那個不足 你還是要依賴煙捐嘛 對不對 我完全同意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趁這一次 我們要調整煙捐的同時的重新思考 可不可能有一點空間 留著 挪到公寓上裡面去 展現一點 我們部外完全利用煙捐的分配 來解決我們現在目前的問題 所以這是搭配的 好 那提到這裡我們就提到 那您剛剛沒有提到理由 你沒有提到長照服務法的修正 的通過 那長照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對不對 是 好 所以因此我們把70本來到健保的 我們現在把它變成到50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請教這個部長 要把這個比例做重新調整 基本上其實我們應該要有想法 我們應該要有個根據對不對 那我的想法呢 其實我本來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覺得很簡單 衛福部可能應該的做法是 當我健保 從70降到50多出20%了 這個20%您剛剛的解釋是說 健保現在財務還不錯 滿充足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回答 我很替部長擔心 健保的財務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 是不是很健全 到底能夠維持多少的時間 我們先看到了補充保費的 多餘出來的這個款項 到底是不是代表一個長久的 未來的財務的穩健的保障 我個人其實抱持著非常非常 懷疑的態度 好 那即使是這樣 我們來做了這樣一個調整 接下來我的第二問題 是怎麼個調整 那我本來的想法是說 除了那個所謂安全準備以外 剩下多出來的20% 那是不是可以按照 目前其他項目的結構 把它攤掉就好 讓每一個部分的項目 都魚入均沾 我原來的想法是這樣 結果我看了一下以後不是 其中走實驗的部分 1%沒動 但是有一個東西把它降下來 部長你知道哪一項嗎 經濟困難者的補助啊 你把它降下來了 所以部長 所以我們對外要很強烈的說法 你在調整的時候 你如果對這一項 大家馬上就質疑 為什麼要對經濟的困難者 我們原來在分配這個的時候 我們有想法的 我們有政策目標的 但是為什麼在這次調整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一項呢 可以不要增加 反而把它調降下來 是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是根據過去所有的支出來看 過去所有的支出 都沒有超過5% 所以它不需要這麼支出嗎 對 它不需要到 它不需要那麼多 它過去都只到5% 好 不需要那麼多的 背後代表的意義有兩個 第一個 以前用得很差 沒有好好用 沒有成效 所以我們不需要那麼多 第二個 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在分配的時候 我們就多分給它了 所以我們趁這個機會把它調整 部長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 我們一定要有很詳細的數據 來證明我們不但當時的分配 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的情況是如何 更重要的是 社會的觀感 今天大家每次談到分配的問題的時候 你如果去動到那個 所謂的社會弱勢者 部長 好多的情況 不是我們專業的依據 所能夠解釋的 大家的觀感 就造成我們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要拜託部長 如果要這樣把它減少的話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很多的配套的說明 讓這些人真的能夠理解 說政府不到照顧到他了 而且是照顧了以後 錢還多出來 所以那個錢 我們挪到別的地方去更好 部長 是 拜託你 一定要至少做到這個 是 謝謝委員 好不好 那如果能夠這樣 我覺得我們今天談這個問題 不但從概念上 我們能夠設定一個 重新的調整的方向跟目標 這個比例的調整 也可以避免掉一些爭議 好不好 部長 謝謝你了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曾委員 我們接下來